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裡面的門想打開 就會被外面屢門的喇叭所擋住 萬一裡面火災 還是說人真的要緊急逃出來的時候 我不就還要再用那個門 可能等到門開了 我們都已經死在裡面了 陳小姐投訴 從去年五月乘租到現在 已經跟房東反應很多次 卻遲遲沒有處理 最近這次傳影片給房東 對方卻已讀不回 甚至之前 大門口狂漏水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起小雨 後來了解是隔壁鄰居 水管斷裂 跟房東反映 房東一開始卻說 清理水管 要住那裡的人負責 請房客跟鄰居自行解決 中間協調了一個多月後 房東才處理 雖然水管已經修好 但又遇上門鎖問題 也讓陳小姐認為 房東是故意擺爛 又跟我妹說 要不要就是協尾托書 聽我們自己來處理 這間房子的問題 我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 就是不想要管 房子裡面的東西 就只是想要收租金 那就放門那邊 他要不要請人來換啊 我看看哪裡 有人在幫忙換門的 做門的 我就要去看 租入狀況瞧不龍 雖然房東回應 會再請人處理 但房客就怕拖太久 不堪其擾 漏水不打緊 畢竟如果發生緊急狀況 大門開不了 逃生恐怕也是一大問題 三天西部團隊長學 新聞報導